第二玉杯金这一次动用的部分 你花了1亿3812.6万的部分 这部分的钱是谁发动的 是卫福部发动的吗 还是国安会发动的 还是是谁发动 你说第二玉杯金的部分 是正式临时需要 你的正式临时需要是什么 国防部启动战备药物大量采购 跟你讲说是卫福部发动的 你要扩大你的业务量 也不一样 所以到底实际上面的情形是怎么样 还是说实际上面的情形是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拿了去用掉第二玉杯金 我可以把事情的 你只要告诉我说 为什么它的急迫性在哪里 急迫性在哪里 因为你的法条里面规定 有临时需要 这个急迫性在哪里 所以本来这个就是要先备好在哪里 所以现在没有急迫性 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预算法的规定去编列 那这个决定 最后决定是谁呢 是谁决定 那当然就是跨部会 大家讨论出来以后 卫福部负责来启动 我今天要请问你关于这个 第二玉杯金动用的情形 第一个预算法的规定很明确 你知道这个第二玉杯金 在对于这个增加采购药物的部分 是按照我们预算法第70条的哪一项 应该是说在这一次 应该是在第三 第三款的地方 那如果是第三款的部分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就是说 这一次的第二玉杯金的 这个使用的部分 到底是谁发动的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是第一个 谁发动的就好 因为我还没问问题 谁发动的 是卫福部发动的吗 还是是 应该是说卫福部在 这个整个的计划之下 那要扩大它的储备的量 所以我们 那就不是第三款 你刚刚先回答的是说 是第三款的部分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第二玉杯金这一次动用的部分 你花了一亿三千八百 一十二点六万的部分 这部分的钱是谁发动的 是卫福部发动的吗 还是国安会发动的 还是是谁发动 因为你既然讲说 正是临时需要 你刚刚讲扩大 扩大是讲说 你的第一款的部分 你的经费不足 或者是增加业务量 那就跟你讲 刚刚前面回答 第三款的部分是不一样吗 到底是哪一个 应该是说卫福部 那在提这个全动法 对这一些 所以你说第二玉杯金的部分 是正式临时需要 你的正式临时需要是什么 什么事件是正式临时需要 因为我们要扩大 它的储备的量 所以这是原来我们准备的都是差不多 那个部长我请教你 你知道你知道这一次的第二玉杯金 用在这个药剂的部分 是高达一亿三千多万 三千八百万你知道这件事情还是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好那你刚才的回答呢 你刚才的回答的部分呢 我现在要跟你讲说 你的不管是法律依据也好 或实际上面的情形都不一样 我先跟你讲就是说 制药工业讲说啊 制药工业讲说是国防部 启动战备药物大量采购 跟你讲说是 卫福部发动的 你要扩大你的业务量 也不一样 所以到底实际上面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还是说实际上面的情形是根本 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拿了去用掉第二玉杯金 我可以把事情的 没有你只要告诉我说 为什么它是第三款的情形 第三款有它的规定嘛 第三款刚才不是跟你讲说是 正式临时需要吗 这个所谓的正式临时需要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看后面 必须增加计划给予 这个经费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规划 这是在你的第70条的哪一款 有你现在讲的 第三款的后段 没有没有 我现在问你就是说 你必须要增加计划 它的前提是正式临时需要 你也学法律 你不能够随时把里面的用语把它戳掉 我没有戳掉 对那我就请教你 正式临时需要是什么东西 对那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些全民动员的准备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所以台湾现在是要从你的估计来讲 所以发动者是卫福部跟国防部没有关系 那什么时候发动 当然是有关系 你什么时候发动的 当然是有关系 什么时候发动的 跨部会来大家讨论出来的 好那为什么它不是在年度预算里面 因为是今年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说 所以是一百一十二年 所以你的答案是一百一十二年 答案是一百一十二年 应该是在去年 去年是一百一十一年 今年是一百一十二年 年度的预算已经编列出去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是在今年的时候 如果要准备的时候可能要准备到十万人 好那它的急迫性在哪里 急迫性在哪里 所以本来这个就是要先备好在那里 所以它没有急迫性 也就是说现在没有急迫性 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预算法的规定去编列 那这个决定最后决定是谁呢 是谁决定是谁拍板定案的 那这当然就是跨部会 大家讨论出来以后 卫福部负责来启动这个事情 好所以跟国防部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那我请教一下 如果单纯是卫福部跟国防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 为什么在你的一百一十年度第二预备金动用情形的里面 而且用语都一样 我们看到卫福部 卫福部里面提到 你是为了要增购外商用的战略物资所需的经费 那这个为什么不会是 如果说你今年一定要用 一百一十二年已经过的话 简单来讲的话 如果不是有急迫性的话 你应该编在总预算里面啊 那我们看到教育部 教育部也编了 教育部也编了 所以要增购外商用战略物资所需经费 完全一模一样的用语 我们再看到 我们再看到这个国防部 国防部的用语 同样为增购外商用战略物资所需经费 既然是卫福部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相关部费 还有辅导会 辅导会也是要增购外商用的战略物资所需经费 用语完全一模一样 编了费用一亿 不是 它不是编而已 它是使用掉的总计是 一亿三千八百一十二点六万元 另外一个我请教你 你回答不出来 因为你刚刚答案彼此之间冲突 我请教你就是说 你没有提到你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评估呢 是按照十万人份的医疗物资的评估 十万人怎么来的 十万人是一个推估 如果万一有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 伤亡是不是 可能需要有这样子的 是伤亡的情形吗 伤 伤亡的情形 那这些缺要的原因呢 是谁说了算 当然是一个推估啊 谁说了算 谁推估的嘛 是国防部推估的 国安会推估的 卫福部推估的 还是教育部推估的 所以教育部编的是讲说 我们16岁的动员的 这些年轻的学子 他们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吗 我说明一下 你刚刚提到国防部 卫福部教育部退估会 这个指的是医院 是医院 教育部有医院 有 台大 城大 洋大 这个都是教育部主管的医院 那退估会就是几个农民总医院 以及农民医院 那国防部就是 那个 那为什么不是卫福部编了之后 然后你配发到各个医院呢 为什么会是在他们各个部会的之下 然后去用这样的用药呢 这部分的话就是这样 我们提出计划 然后各个相关的部会 自己就要去编列预算 因为跨 什么叫自己编列预算 这是你去动用第二预备金 不是他去编列预算 你编列预算的话 你应该要在 我们一起来做申请 那还是各个医院 各个部 不是你这个是使用 这个是因为制药工业讲说 就是因为你这样子 你跟民间抢药 所以才会有这个 这个缺药的原因 所以你是讲说制药工 制药工会讲的是错的 是不是 这两个应该没有直接的相关 因为它的品相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谈缺药的那些项目 那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讲 这个备药是符合刚才预算法第70条 是说要战争了吗 不是说一定要战争 就是要准备 要准备战争 要准备万一有战争的时候 要准备战争发生的时候 人民受到这样损害的时候 有药可以用 但是不一定是战争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但是要装做安全封性的 但是往上引人的 也是本多争